十一月十號到二十四號 世界棒球十二強鎖定未來 有力尋轉播喔 夢想架先發分別是林俊錡 另外還有回鍋的張宗憲 辛惑克 貝琦跟新台灣人高國凱 特攻這邊包含了魏家豪 謝亞軒 施敬堯 葛睿飛還有瑞妮 今年對於謝亞軒來說 可能會需要有更多的一些 此球進攻 不過我們先看到 這一球非常漂亮 馬上就已經進入到了攻擊區 好 抽進了他拿手三分子 去年的外線盡度率也是輕低喔 但是講到三分球 貝琦他的三分球是他最有效的一個武器 他急收球 好 外圍 虎頂出現一個空檔 自家的籃框投起來特別的順 尾翰受傷之後 當然 我認為魏家豪 其實已經頂了三分子過 但是還是需要一個有更... 今天當然對大家來講很期待 阿晴跟小安的連線 對 我認為 二一到二的賽季 那一年在夢想下 力行才能留下18.1分的場均 但只是可惜在季後賽受傷 低 地板球位過去 再倒過來 請問我可以控打入鏡 今天的第一次出手就命中 猶豫耶 再回給曾文鼎 底線 正面要投進的外線 的確在今年的... 整個補強上面 曾文鼎 正面的一個突破 用他的高度放進這兩分 這球也撥得相當乾淨 好 底線大球繞出來 阿搖 馬上是一個... Cash and shoot 周志儀投進 其實兩邊... 今天... 阿搖 今天蛋無需發 切入之後 拉開... 跟對手的整個... 阿搖 先看場上 來了 喔 太棒了 曾文鼎 抄球之後一條龍 快攻的張手爆扣 來看鼎哥剛才這球在前防守 從高波開始我把球斷走 只貴阿 我真的也是很納悶這個鼎哥 他到底要頂到幾歲 他剛才想說鼎哥會決定灌嗎 是 對 上個賽季特攻 他們在T1三年 贏的很多比賽 其實都是第一比分 這個球結益 這太不講理了 在兩個常人面前 還是把球硬塞進去 而且他很想跟裁判邀個加法 是 現在阿綺來手結益 地板球 給到了曾文鼎投定三分球 減昊再給佩琴 一有空檔馬上要投 2 贏了一個三分 狀態調整得很好 是 滿頂的這個分球勝 是 浮頂這邊 貝琪還是專心的投籃 是 球員其實他們的外線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看到他們的有幾八分 對 要嚇到外線就不能忽略掉阿綺了 是 是 阿綺今天也投進兩顆三分 是 曾文鼎 切入再分球 好 瑞尼 違違出手有了 打臉哈哥 打臉 跟觀眾們有約好了 就是我 因為今天 這個賞是比較不好 希望他們可以 他們不要進 我說話說少一點 是 現在很有力啊 因為又是夢想家這邊得分 看到高伯侃 揭獲了阿綺一箭穿新的傳球 造成這個2加1 片開的防守球員 真的是準阿 貝琪 這就是剛剛我們說到他跟阿巴西不一樣的地方 阿巴西會選擇更多的級教頭 高郭凱 外線一直是特攻最重要的一個武器 對 要向到外線了 這邊阿極獲得知青沃克 只要是空檔出來命中率都夠高 相對就沒那麼多了 是 阿巴西離隊之後 那其實 謝亞跟上個賽季算是他 張宗憲 馬上得到現場熱烈的歡呼聲 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張宗憲這樣子 噴射機般的切入 而且穿著夢想家的球衣在主場 要再低個兩度 好 兩個圍籍 好 兩個圍籍 他也偷進 今天夢想家第二節拉開 比數的關鍵在他們外線了 是 少掉阿巴西來幫他吸怪 這個時候時間差這個拋投 阿琪得分 12分的得分 攻擊尤其最後第一位 相對就比較單調 又是阿琪的助攻 第五個助攻了 再跟高伯凱完成連線 切進去再分球 籃底下是瑞妮 61比42 魏佳豪 小瑞菲 有了 極少數看他在外圍的出手 好 魏佳豪 猶豫了 選擇自己拔 哎唷 哇 面不改色 擦板得分 是 底線球 阿施敬堯 總算有其他本土球員跳出來了 阿瑤得分也上莊了 阿公這邊還是必須要仰賴施敬堯 對 阿底這邊馬上把三分球抵銷回去 今天下圈非常的安靜 雖然觀賽重點有提到 他跟學長阿極的一個對決 這次下圈的第二個Fill Go而已 當然比賽只攻線 目前為止只攻下5分 楊科維基這次在掩護過程 踩到了葛瑞菲的腳 所以造成了一個小翻船 有機會縮小到個位置 是 阿瑤 翻身的一個出手 哇這手感真的好啊 十三分的得分 這是 對於 對方非常的重要啊 但是這邊也有小豬肺齊 困不住他啊 第四顆三分球 葛瑞菲 泰山壓頂了 雖然沒有直接壓進去 但運氣不錯 69比59 葛瑞菲齊 看了一下陳振傑沒有傳 再給貝齊第一拍做假動作 哇 很重 哇感覺我今天好像 臉有被打得比較腫一點 所以今天這不是真的 哇看他這個出手真的是賞心悅目 我想這不是什麼問題啊 因為其實謝亞軒他的整個外線能力 是相當好的 而且他經常可能在一截當中 在一起 好 魏家豪 自己來 起碼射箭的拋頭 高伯凱 高位 橋開後門 給進去了 這個橋爬進去了 哇 被騎的空手跑動 兩年前的韋翰真的是在特工這邊成為 那個賽系在T1 特工呼風喚雨的靈魂人物 是 克力斯上場了 克力斯今天打的時間也很短 是 彈性是真的很好 是 可是他好像 現在看起來他把這一切都想得有點太簡單了 是 那對 82比69 克力斯 特工這邊只能想辦法多一些 小組配合打成功率 不過看一下場上隊友的一個站位 因為他的意圖 很容易就被對方 太明顯了 對 太明顯了 所有人 喔 有外線了 是 有外線了 這是不是就 就這樣的得分更加輕鬆了一點 他不會變講公吧這一節 哇 喔嘿 這邊看到 被騎也飛了 哇 哇這一球的配合也是相當漂亮啊 86比74 貝奇 哇 哇還給了 籃框這邊死亡之凳 哇 好球 哇 蕭伯凱 Stand down 第四節在決勝階段 真的 非常非常的髒啊 這場比賽應該 贏球機率相對就更高了 之後現在17分的差距 蕭伯凱 在前防守把球抄走 全面新波克 左手放進2分 哇 這邊阿瑤被撞飛了 不講理啊 不講理啊 6分10秒 19分的分差 好 蕭伯凱 老烏想要給到柏晨 這個球被操走 好地板球過來 快攻的機會 哎唷現在打得比較兇了 嗯 好球 剛才有點吃了一個小悶盔 身體對抗之後 葛瑞飛把這個球給放進去 那其實也看得出來 在莫想江那邊 進回來 哇 看一下自己的手啊 手現在是乾的 哇 這個球稍微勉強了 特攻拿回球拳 或只剩4分鐘左右 給到瑞妮 上籃放進 哇 幾次追分啊 都是用成功的快攻 瞄了一下 再給到阿瑤 哇 出現失誤 哇 其實剛剛阿瑤已經有一個後感 出現可以投籃啦 本來太客氣了 對 那陳振傑在偷跑呢 接獲了阿吉的助攻 夢想家得分破百 101比86 哇 周柏晨 上籃得分 哈哈 你上完來也笑了 想說奇怪 你們怎麼都不理我啊 怎麼大家都放他 對啊 裡面切一點 欸不理我我就再切一點 太久沒這樣的好機會了 底線 李佩晨投進3分球 特攻得分來到91分 但這樣比賽即將是要由夢想家 來收下勝利 好 湖鼎這邊又出手打扮技 多點開花 王振元 雖然第四節最後尾身上來 是 他也共襄勝舉了 錦上添花 107比91 特攻這一波可攻可不攻 因為勝負已經底定了 魏家豪 投進了這個壓造球 應該是算進 但是這場比賽 夢想家真的外線太準了 除了阿吉之外 當然最大攻城就是貝奇了 對阿吉之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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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團隊戰力還有團隊默契 把這場比賽的